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这一期呢就像你们大家所看见的 我们这期呢是要自制出来一个非常这样可爱的毛绒球 毛线球 然后我们需要的工具呢 只是需要一个我们的叉子和我们的剪刀 这个毛线球呢非常的可爱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机的挂件 钥匙的挂件 书包的挂件 或者呢你可以把它拼接在一起 然后做成我们的一个小动物的图案 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绒绒球 然后做成一个花的一个图案 等等 我们现在呢是需要的是毛线 然后叉子和我们的剪刀 然后首先呢是要把我们的毛线呢 是缠在我们的叉子上 大概是要先剪一段毛线剪下来 然后大概这个毛线呢是10厘米左右 然后你把它放到我们叉子中间 在两根叉子的中间 然后两边呢是相等的长度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就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 就是在我们的叉子上开始绕线 就像我这样 然后我们在绕的时候呢 不光可以用一种颜色的线呢 也可以用多种颜色的线同时一起绕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绕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彩球 毛绒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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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呢 我们是要把我们刚刚放进去 这个棉线把它打一个结 在这里一定要绑个非常紧的结 然后让我们的毛线呢 是非常紧的保在一起 然后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毛线 从叉子两边都给它剪断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拿一个比较牢固点的剪刀 然后你可以一点点剪 也可以呢同时把它剪掉 然后呢 然后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搓成一个球 就像这个样子 搓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它剪掉 然后进行一个修剪 然后直到剪成你想要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剪成一个非常圆 然后非常是一个毛绒绒的一个那么一个小球 然后也是非常可爱 它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书签 如果你把这个中间我们开始放进去的这个绳子 这根线呢 给它多留长一些的话 就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书签 只需要让我们这个毛线球会搭到外面 然后下面的部分呢给它留着稍微长一点 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书签 也可以作为送给我们好朋友的一个小礼物 在过节的时候呢送给它 嗯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视频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给大拇指向上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更精彩的相关视频 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频道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 然后订阅了之后呢 每期都会定期推出最新的一个推送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